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Netflix的話 有些片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在美國播出的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的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美國總統選舉的形勢有一個新的變化 今天拜登出來見記者 雖然他沒有所謂declare victory 沒有宣布勝利 但是他說計算了 他說現在會贏出這場大選 清楚的數據顯示他會贏出這場大選 會拿到超過300張選舉人票 其實在美國總統選舉裡面 只要拿到270張就可以當選總統 他現在可以拿到300張選舉人票 他說在幾個州 賓夕凡利亞州 內華特州 阿里桑拿州 和喬治亞州 都是會勝出的 他說會在這個州 勝出就會拿到超過300張選舉人票 入主白宮 不過他仍然未宣布勝利 因為他覺得 每一張票都要點完 他說今次這個選舉 拿到超過7400萬張普選票 比特朗普多於歷屆的美國總統候選人 比特朗普多於400萬張票 所以他覺得他是創造了這個 美國選舉的歷史 不過他也要呼籲美國的民眾要有來性 等了每一張票都要點完 不過整個選舉會相信 要最後決定 輸贏呢 是經過要漫長的等待 因為現在共和黨的候選人特朗普 都是現任的總統 日本每一個州 拜登聲稱勝利的州 他都會提出選舉的訴訟 訴訟有很多的 有些是很濕碎的 包括有些 某些縣 的這個 譬如監票的方式等等 可不可以近距離的監票等等 他都要入稟去 去挑戰 這個州政府的某些決定 這樣 官司打到現在 大家知道會是 有些贏是有些輸的 譬如特朗普的團隊 就入稟五個州 包括這個 密歇真 賓夕凡尼亞 內華達 還有這個 佐治亞州 就要求暫停點票 以及在威斯康辛州 就要求重新點票 就質疑有些州份 就是有點票 和處理點票的時候 就有無敗 這樣 譬如Georgia這樣 這個 這個叫查塔姆元 就引述這個 共和黨的選舉觀察員 就說 有53張選票在投票時間結束之後才送達 認為這個願未能夠確保 遲到的選票不被計算下去 損害了特朗普陣營的利益 這個法官 這個願的法官聽取這個聽證之後 就認為沒有根據顯示有關選票有問題 就駁回了訴訟 但是也有些贏的 這個都幾重要的 就是這個 賓夕凡尼亞州 就小勝一仗 贏了什麼呢 其實就贏了 說 這個保守派的大法官就下令 判決就說 要分開點算大選日後收到的 郵遞選票 那就要繼續點 不過就要 將大選日的選票和大選日後 的郵遞選票就是 分開去擺 這樣 現在這個賓夕凡尼亞州的 這個這樣的做法 其實就是 某程度上 特朗普的陣營是 贏了的 但是就不是等於這些票不卡 是分開來 這個點 然後 看一下那個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就不可以混合來做 這樣 不過呢 現在特朗普 的陣營呢 其實要求這個重新點票 真真正正發生的機會是很大的 譬如拜登聲稱的 Georgia 即是說 贏了 已經贏了 但是那個差距 是不足0.1% 這個州有五百萬人投票 但兩黨的候選人的差距 只有幾千票 根據法例 預計是會重新點票 其實 這種情況可以跟大家做少少交代 其實 重新點票是 法律上面規定的 是很清楚的 不是一定要打官司 是自動的 是自動就會有機會重新點票 譬如 譬如 賓夕芬尼亞州 如果得票率是相差 0.5%或者以下的話 就會自動重點 我相信賓夕芬尼亞州 重點的機會是相當大 密歇根州 如果得票差距是少於二千票 也會自動重點 亞利桑尼亞州 如果得票差距低於0.1% 就會自動重點 如果你要求重點 要求重點也可以 不過都要有些限制 即是在什麼情況下 才可以要求 譬如 譬如 佐治亞州 如果得票率相差0.5% 以下就可以要求重點 賓夕芬尼亞州 你可以要求重點 不論得票差距有多大 你也可以要求 不過要在認證結果之後 五天內要求重點 密歇根州 如果能夠指出這個 有舞弊或者選舉過程出錯了 可以提供具體的指控 就可以要求重點 等等每一個不同的州份 因為州的法律 就可以提出 如果相差太少就會自動重點 如果你提出這個要求 也可以要求重點 那你要看看 究竟那個法庭的判決 是怎樣 符不符合那些要求 所以我估計如果 譬如 拜登出來說 這兩個州 賓夕芬尼亞和Georgia 他們都是贏的 不過贏的數字 是差距這麼小的話 我相信重點的機會很大 如果要重點 可能差不多要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所以這個局 可能出現繼續緊張的情況 希望呢 是 都會有一段時間 讓大家亂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令我擔心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雙方的陣型已經開始動員 特別有一些極右的組織 在網上指控這個 用特朗普的口徑指控民主黨 偷了選舉 極右的組織已經在網上動員 就說 差不多是有幾萬個 這個 就是加入了 有些人已經上街了 甚至呢 盛傳他們拿著武器上街 有槍 你知道 美國人有很多有槍的 那會不會 一路 那場官司路打下去 那個局面未能夠收拾呢 那個亂局 都會繼續會持續下去呢 對美國會構成什麼影響呢 那很多人都預計 特朗普是很難會認輸的 是不會認輸的 那在什麼情況下 他才會 即使點了 他繼續打這場官司 一個官司一天都未完 的話 譬如說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一個月兩個月 你點票都可能要兩個禮拜 大家重新點 如果他點完之後 還在爭論 尤其選票有沒有效 那要藉著打一場官司 那可能會 大家記不記得 二千年的時候 這個小布殊和哥爾 那場官司其實是未打的 未打的 上到聯邦法院 你可以這樣說的 就是法官做了一個命令 就是說 不再重新點票了 佛羅里達州 然後才由法官做一個決定 這場選舉是誰贏的 這次呢 要在那個縣打完官司 接著去州打完官司 然後 才上到聯邦法院 聯邦法院不是所有的這些官司都會接的 有些覺得州去解決就自己去解決 所以搞多久呢 上次二千年的時候 搞了三十幾天超過一個月的 這次 有機會可能會更長的時間 那這個亂局可以怎樣解決呢 那個選舉 點票發展到今天呢 其實在共和黨裡面 出現了一些詭異的情況 我認為是一些詭異的情況 就是 除了特朗普自己本身 不停地去 就是說 民主黨是偷了這個選舉 選舉有這個大幅舞弊的情況 要求要打官司 要求停止點票 或者要求重新點票 最欲緊附和他呢 就是他的這個 這個法律顧問 前紐約市長朱利亞利 這個特朗普 這個親信來的 但是呢 在白宮是沒有職位的 這個外媒呢 就形容他就是 在白宮以外 特朗普最重要的 法律顧問 那麼除了他之外呢 就似乎 白宮的官員呢 沒有一個人呢 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呢 出來積極為特朗普辯護 當然他礙於他現在的工作 官職的身份也很難的 但是現在有外媒的報導呢 就說這些官員呢 已經開始變得沉默 嘗試和特朗普保持距離 以免受到事態發展 拖累往後那個 他自己的仕途 現在有個說法就是 選戰完了 這些報導就說 特朗普是變得很孤單 沒有人估計得到 特朗普的下一步行動 是甚麼呢 除了朱利亞利 最熱衝和他打這個 舞弊牌這個官司之外呢 其他的人呢 都好像和他走開了 那麼政治上面是很現實的 你可以說這幫人是 反骨仔都可以 看見大勢以去就走了 看見大勢以去 那都確實是 真是大勢以去 才會看得到大勢以去的 那麼這個就是官員 那麼你看到其他呢 還有就是這個 他的黨友 他的黨友 譬如說 有好幾個都幾 出得幾大聲及都說過的 譬如是這個猶他州的共和黨 共和黨的參議員 羅姆尼 就在這個社交網站那裡 就這樣說特朗普的 他說特朗普你可以要求重新點票 你可以要求調查選舉裡面 不當的行為 不過如果特朗普你形容這場選舉 他都是腐敗的 都是被竊取的 就是等於錯誤的做法 羅姆尼就說特朗普這番說話 對美國和全球的自由 都造成了很大的損害 無論是在歐洲去美國 就是這個監察選舉的組織 就說這場選舉 到現在看來是 看不到有任何腐敗的情況 美國國土安全部就說 今次的選舉 幾乎看不到任何 受外國影響的痕跡就不同 譬如說 上屆的選舉 譬如通俄門 俄羅斯參與得很深入 令到別人去懷疑那個賽果 這個羅姆尼是共和黨的元老級人馬 曾經代表過共和黨競選總統 是黨內少數經常和特朗普 唱反調的人 所以 他出來指責特朗普 大家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羅姆尼就是特朗普 你說可以在黨內的政敵 他出來說話 但是 你看看特朗普在黨內都有親信的 是不是 那為什麼 似乎是共和黨的議員 沒有幾個是斬釘切鐵 這樣去附和特朗普的說法 沒有一個是斬釘切鐵 那他的兒子 特朗普的小兒子 就是這個 Donald Trump Jr 和另一個兒子 就在社交網站那裡反擊 就說 有意出戰下屆總統的共和黨人 幾乎都選擇了沉默 做法令人震驚 一如既往 特朗普是奮戰到底 而那些退縮的共和黨人 也都一如既往這樣 選擇旁觀 政治是很現實的 眼看著你大勢已去 他知道 可能已經是無力回天 大家就要選擇了 與其跟你繼續去取一場 不能勝利的戰爭 即是不會有機會 回頭去戰爭 即是逆轉性的戰爭 不如就第一次選擇策劃 甚至可以反過一擊 這個就是從一個所謂政治現實的角度來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特朗普這樣去取下去 可能會有一個什麼結果出來 越來越多即將的暴力會出現 已經有人號召去包圍 甚至是襲擊點票中心 那些是 帶著這個武器在身上的 一些極右的 甚至是一些半武裝的組織 你知道美國人有很多這些 自己都會訓練 這些組織 如果一旦出現這個亂局 的時候 你猜 其他共和黨人 會不會甘心情願走出來 挺特朗普 而 將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特朗普陪葬呢 我相信他們一定不會這樣做 所以他們會看個大小 看個大小 就是說 從這個 純粹政治現實的角度來看 你都似乎要走 我做什麼要附和你呢 因為我的政治生涯 我會繼續在這個參議院眾議院裡面 當選之後繼續做議員 我可能有機會在黨裡面沒有出頭來 真的可以競選總統 我為什麼要附和一個大小以去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呢 這個我想很多共和黨人都會這樣想 第二 同一個原則的角度來看 如果特朗普 這個這樣的一路取下去 甚至明示或者暗示 因為大家記得他在這個和拜登 辯論的時候 對於美國的極右的 這個白人至上的組織叫做Proud Boy 叫他們什麼 Stand down and Stand by Stand down 準備好 準備好今天這個亂局 其實就是 其實很恐怖的 他這個號召 真的會出現流血衝突 我說了不止一次 就是從原則上來講 現在開始很多人討論美國 是否有制度出了問題 選舉制度出了問題 甚至 民主是否一個好東西 中國大陸現在就是這樣想 我覺得這個說法 對不起我真的絕對不同意 民主仍然試過好東西 如果大家照過遊戲規則去玩的話 這個是很重要的 至少就是 我一直強調 民主最重要的就是 在權力交接的時候 你可以將和平地把權力交出來 現在問題就是 整件事就是 如果有人在選舉輸了 有人不肯認輸 不肯將我權力和平這樣交出來 就會出現流血的衝突 就會出現腥風血雨的場面 是很難看的 不單止很難看 是被世界上做了一個極壞的示範 大家就會去 尤其是極權國家就會去嘲笑你 你看我們多好 我們 坐在這裡舉手就解決了一個政權的 這個權力的交接問題 你們 搞這麼久 搞到打架 可能一分鐘有 這個就是流血衝突 你說誰制度好些 那些極權的國家的領導人 就會震震有志 說這個制度好不行 那麼美國制度是否完美呢 絕對不是 是不是有很多需要檢討必要呢 尤其是那個投票制度 我覺得是 以減少那麼多爭拗 我覺得是 但不是等於要否決 否決整個制度 整個民主制度 整個權力交接的制度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 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就是 共和黨的人 尤其是 例如 共和黨的元老 是否可以在這個問題上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呢 不過有一點請大家注意 就是 儘管 共和黨的元老 其實在 特朗普第一次參選 而贏了 或者對他這四年來 很多的政策 或者他的 政策未必一定是 不同意的 是對他的處事風格 那種順口開河 就是那些主流媒體 或者叫做左膠媒體 每天都統計 他說的幾次大話 那種這樣的說大話 不用擔心 就是 去到這個病態的程度 是被人笑 共和黨的人都是不以為然的 覺得他是 某程度上是 搗失了共和黨的 不過問題就是 問題的關鍵是什麼呢 共和黨的元老漢 不能停特朗普呢 我看 看來是未必 因為特朗普 他在 他在 這個民粹主義 就是 玩得出神入化 在美國的民眾裡面 的影響力這麼大的時候 你知美國 就是這個 選舉政治 就是民眾認不認同 你的政治 特朗普 得到這麼多票 雖然他給了戴登 說少這個四百萬票 那麼他都有成七千萬票 就是說 他在 美國的民眾中間 仍然是很有影響力的 那麼 傳統的共和黨人 是否渴停他呢 他恃住自己 現在有成七千萬票的 mandate 是不是都可以繼續下去 不會聽共和黨的一些意見呢 這一點呢 其實都是我會看到 前景就是這樣 所以說呢 這場鬥爭 不單止是 特朗普和拜登之間的鬥爭 甚至我認為是 共和黨 和特朗普之間的鬥爭 那究竟 可不可以壓得住 而將這個美國的亂局 很快收拾回來呢 這個我覺得是至關重要的 好吧 暫時經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心直口快這個頻道 繼續去買頭條本色這本書 如果大家還買到的話 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開始斷市了 如果大家想得到我的簽名 我送一本書給你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底下有一些說明 暫時我手上還有些在這裡 那你都可以繼續去支持我這本書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我在這裡正式宣佈 10月1日開始 就推出我的年費計劃 和往常一樣呢 你知道給最低限度5元美金 一次過收一年錢呢 就可以享受我12個月的服務 包括可以看到聽到我的評論 雀仔相和在報紙發佈的文章 這個年費計劃是有折扣的 大概就是九二折 就是說你給11個月的錢 你就可以拿到12個月的服務 為了多謝大家支持我這個年費計劃 我答應過送一些紀念品給你們 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最近出的 買得不錯的一本書 定價是108元 無論你在香港或者海外 我都會免費送給你們 當然是郵寄 海外的朋友呢 油費都挺厲害的 大概70到80元 用空油的話 為了減輕我負擔呢 我就建議你們可以 每個月增加一元 可以令到我的支出沒有那麼大 當然這個不是強制性的 你需要如常維持 5元美金 我都可以繼續用空油寄給你們 你知道通過這個電郵 將你的名字和地址給我 我就會根據這個名字和地址寄給你們 我送給大家這本書 當然是一本簽名本 有我的簽名在這裡 如果你問 可不可以寫你們的名字 當然可以 你希望的 你要求的 我都會做得到 這個送書計劃 優惠期有限 至今年的年底 2020年的12月31日 可能有朋友會問 可不可以由月費 那為年費 當然可以 就打開你的Patreon的網頁 然後在右上角 那個profile picture那位那裡 就打開 這個整理你的會員的資料 就是manage membership那裡 就會一步一步告訴你 如何有這個月費 九日年費的 我在這裡提醒大家 由於Patreon 就改變了他的收費模式 所以我建議你們 就可以在月初 就開始訂我這個計劃 舉個例 譬如月費的訂戶 你在一號訂了之後 他就會馬上收你錢 到下一個月一號 然後再收第二次錢 但如果你十號才開始訂 他在十號收第一次錢之後 到下一個月的一號 就會收第二次錢 那你就會虧了十日 年費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一號訂 到下一年同一個月的一號 然後再收第二次錢 如果你是十號訂 他十號收到第一次錢 到下一年同一個月的一號 就收第二次錢 其實是 說了十日給他的 我在這裡 希望大家 踴躍一點 參加我這個年費計劃 可以有送書給你們 可以有折扣 可以繼續看我的評論 看我的著述相 以及我的文章 多謝大家